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等着一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3年8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爆雷,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许久没有了音讯的许老板,今天突然有了他的消息,而且还是个媒体报道,根据这个腾讯新闻,浅望他们做了一个采访,说啊,目前许家印常驻广州,不可随意见人,和以前可直接找其签字不一样。 现在若是外部的公司需要许家印签字,在报备之后,一般会由其身边工作人员转交后签字。 此前,许家印与丁玉梅的离婚传闻引发了市场热议,据悉,早在去年,丁玉梅已经与许家印办理了离婚事宜。 最近关于许家印的传闻很多,又是传言他在英国买了豪宅,又是传言他在美国给他儿子设了一个什么二多亿美元的什么家族行托等等啊,其实这些传言以前也有,但是最近呢,好像传的也比较多,然后又传他离婚。 所以这个腾讯的这个节目去采访,某种程度上是许家印借这个媒体的口出来辟谣,应该这么理解。 许家印实际上是很想从这个公众的视线里面消失,让大家忘了他,彻底忘了最好,所以他尽量避免抛头露面。 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因为他的债权人太多,很多人因为恒大爆雷,走投无路啊,要跳楼的也很多。 所以他低调也很正常。在这里面啊,我一直是这个观点,他传言什么国外的财产,这些真真假假,也很难搞清楚。 或许有,或许他已经转回来了,或许啊,那海外美人债的债权人,就有许家印,许家印的壳公司啊。 你想想,你买了恒大的美人债,年化收益是9%,10%,许家印在海外的钱,我们假设啊,他在海外有财产有钱,那那钱他在海外理什么财,能赚10%,存在美国银行也只有5%,到不了。 买美国国债能有多少,投其他的都有风险,当然他也会投一些,实际上他最多的,他应该是买美元债,就是恒大的美人债,因为对他来说啊,这是手拿把掐的,左可带倒右可带的事,亏谁不能亏美元债,他保证美人债能还,这在恒大爆雷以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理由,认为啊,他买美元债的肯定也很大,对他来说,买美元债,买恒大发行的美元债,相当于无风险套利,哪知道最后玩砸了,当然了,或许他还有其他财产, 我觉得这不重要啊,对许老板来说啊,当务之急是保交楼,你只要把保交楼任务完成了,那么他应该是安全的,其他的什么行则啊,就比如说他受贿,对吧,行贿,这些那没办法,他给哪个省委书记,或者是哪个落马的省委书记啊,他行贿,那他牵连进去,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种事情不在咱们讨论之内。 孙志刚、慎怡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恒大集团积极参与贵州经济社会建设,大力支持贵州脱贫攻坚,表示衷心感谢。 孙志刚说,贵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希望恒大集团加大在贵投资力度,扎实推进帮扶毕竭工作,更好助力贵州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 贵州将创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包括恒大集团在内的国内外知名企业来贵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双赢。 许家印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恒大集团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恒大集团产业发展情况。 他表示,恒大集团高度重视帮扶毕竭工作,将在产业扶贫、异地扶贫搬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贵州发展优势明显,恒大集团将进一步加大产业、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为贵州经济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省民导赵德铭、刘杰、陶长海、李汉宇、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蒋大龙参加活动。 根据贵阳市与恒大集团签署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高科技、大健康、文化流等。 就说恒大经营、恒大地产,就他这一摊子事,他只要把保教楼完成,他应该是就安全落地了。 如果保教楼不能完成,很多业主拿不到房子,引发社会问题。 许老板无论在国外有没有钱,无论他财产还有多少藏在哪儿或者没藏,都拿出来了。 无论他有没有给谁行贿过,他都要坐牢,都要找个借口把它延成。 如果保教楼完成,基本上就没事。 尤其是现在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鼓励民营经济。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把一个破产的房地产公司老板, 把名气这么大的,你给他抓起来,这没道理。 企业破产很正常,那你说哪个企业一破产,老板就得抓起来, 那谁还干办企业,那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失败就是抓人。 那这个办企业是个高风险的事情,很多人搞错了。 这许老板现在搞的事情都是叫经济纠纷, 他叔叔民事,叔叔打官司的,对吧,你到法院去告, 告完了这个你让他赔,他赔不了,你把他公司破产了, 就这个,这就是法律。 当然了,这个恒大的理财也是个问题, 如果他把恒大理财的这些苦主啊,给安抚住, 大概其能让大家得满意,别再闹了,对吧, 他能赔得差不多,那他恐怕也问题就小得多, 如果这些理财的投资者没有办法安抚, 那恒大理财啊,他就涉嫌费息啊, 这个也可以论刑责,但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房地产企业都这么干, 那你把徐老板抓了,那杨老板抓不抓, 孙老板抓不抓,对吧,你抓徐老板的理由就是他费息嘛, 那其他都搞费息,不同的是人家费息, 职工没闹事,徐老板这费息, 理财投资人闹事了,就这点区别,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都搞了费息啊, 都一样都是费息啊,那都是犯法啊, 那应该都抓啊,你不能说费息, 你不出事就没事,那你是鼓励人家就搞费息, 只要我不出事就行了,所以说啊, 如果以这个金融诈骗呢, 或者费息之类的这个行则啊, 把徐老板给办了,那你记得办孙老板, 杨老板,汪老板, 那些搞房地产的老板都在抓, 你说哪家不搞员工理财, 搞员工理财他最后会扩大, 员工的亲戚朋友,小区的业主, 所以说啊,这个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都是事,所以说来说去,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徐老板把保教楼这事, 配合完成,他基本就安全了, 所以你看他现在在广州, 他不就是干这事吗, 人在国内,你钱在海外有什么用啊, 咱们以前节目说过的, 你除非人财产都在海外, 人在海外财产在国内, 那也是竹篮大水一场空, 人在国内,财产在海外, 那更是竹篮大水一场空, 第二个就是徐家印跟丁玉梅离婚, 这个腾讯报道了啊, 那应该十一八九是真的, 虽然徐家印自己还没说, 但是我还认为那句话, 徐家印跟他老婆离婚, 想通过离婚这个啊, 逃避债务,逃避这些还款的义务,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因为离婚, 丁玉梅该负的这个责任, 他就可以不负了, 所有的责任都甩给徐家印背着, 资产好处, 他媳妇背走, 政府没那么傻, 不要小看政府, 还是那句话啊, 保交楼如果顺利完成, 那么这些都不叫事, 如果保交楼不能完成, 你丁玉梅说不定都要进去, 跟你离婚不离婚没关系, 这是关于徐老板的这个传闻, 徐老板现在天天在广州总部上班, 恐怕就是在处理这些事情, 保交楼, 配合各个地方政府, 保交楼, 对吧, 恒大自己保交楼已经没希望了, 他只是配合, 该该张该张, 该签字签字, 该把自己财产拿出来去补窟窿, 就得去拿, 对徐老板的处理, 民营房企的这些老板都在看着, 他很有示范效应, 如果徐老板保交楼你也抓他, 不保交楼也是抓, 那你说多少民营房企他弹倒啊, 反正最后是抓嘛, 那你把我现在抓了算了, 这个牺牲我一个, 幸福全家人, 对吧, 你现在就抓, 是不是道理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万科啊, 万科的预量啊, 最近又说了, 说市场出胶着状态已经跌过头了, 8月31日, 业绩说明会上, 万科董事会主席预量, 在谈及对市场的看法时表示, 对当下整体市场的判断, 是市场出胶着状态, 市场低迷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也容易出现各种过度反应, 万科的判断是, 市场显然已经跌过头了, 预量以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数据为例, 在2021年, 2022年分别同比下降11%和40%, 今年1到7月继续下降25%, 按照这个下滑程度, 预计今年新开工面积仅为6.6亿平方米, 将回到2006年的规模, 但市场实际需求, 保守估计, 应该在每年有10亿到12亿平方米的新开工, 这才是个合理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看, 现在显然是超跌了, 预量表示, 随着政策发力, 也希望已经出台的政策, 能尽快落实到位, 推动市场恢复到健康合理的水平, 也相信在各方努力下, 随着经济态势持续平稳改善, 人们对未来预期稳定, 行业迟早会回到一个健康合理的水平, 这个预量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超跌, 有没有超跌咱不知道啊, 但是对韭菜来说, 你房价没怎么跌嘛, 对吧, 你房价没跌, 这韭菜收入没涨, 然后韭菜还要失业, 你房价也没跌, 你怎么说跌过头了呢, 成交量跌过头了, 他说啊, 每年保守估计是10亿到12亿平方米, 这是刚性需求, 那问题是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收入不好的时候, 这个刚性需求它也会压缩啊, 这需求它也会随着它的收入变化而变化, 收入少的时候它需求就少了, 以前啊, 跟父母挤在一起, 一结婚他就想出买一套房, 这个是刚性需求, 但是他收入没有了, 一家人收入就够吃饭, 虽然他还有买房的要求, 但是他也可以不买了, 一家人在一起挤一挤吧, 跟父母挤一挤, 你没钱呢, 所以你算那个10亿到12亿, 这个也是个弹性的, 说不定变成5亿了, 所以抛开收入, 讲这个房地产, 讲房价, 讲成交量, 这个都会失误啊, 都会误判,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炒房, 对吧, 房价未来还有10年20年的增长, 增长预期啊, 这房子现在这个价格, 10年以后要翻一倍, 那在这种情况下, 收入就无所谓了, 对吧, 你没有收入呢, 更应该买房, 你买了房之后, 你过几年一卖, 你就赚了几百万, 财富自由了, 那个逻辑是在炒房的逻辑下, 这房地产还要增长, 这个房价啊, 但现在显然呢, 这个房价再飙升, 通过买房子, 然后把房子卖掉赚钱, 这个恐怕逻辑不成立了, 这房住不炒吗, 不就这意思, 不让你炒了, 香港啊, 现在是房价还有下跌的可能, 对吧, 你买了房子之后, 一百万买的, 可能还跌到七十万,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收入还在下降, 我买的资产也在下降, 在贬值, 那你说谁愿意去买, 所以说刚性需求, 它会被压抑啊, 我们再看条消息, 说从多个信员获悉, 多家全国性商业银行, 将于9月1日起, 再度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这将是继今年6月初, 全国性商业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后, 时隔不到三个月再度下调, 也是2022年9月以来, 商业银行根据资深基因需要和市场形式, 第三轮主动调整存款挂牌利率, 记者了解到, 相比于6月的下调, 此次存款利率调整幅度普遍更大, 且主要针对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 记者从两家国有大行和一家股份制银行了解到, 9月期, 这些银行将下调定存挂牌利率, 其中一年期下调10个基点, 二年期下调20个基点, 三年期五年期定存挂牌利率下调25个基点, 这个是证券时报报道的, 看到这个新闻, 大家恐怕有些感慨, 就是说这些银行下调存款利率, 那是干脆利索, 能调尽调, 硬调尽调, 绝不过意, 也不用开会研究, 也不用讨论, 也没有央行指导, 直接就调了, 这个不就是让存款的人少赚一点吗, 想拿几百万存银行, 然后不上班了, 吃利息, 躺在那儿不动, 这个路走不通了, 越来越走不通, 所以银行在拼命的调递这个存款利率, 但是呢, 央行住建部指导的啊, 要求这个山野银行, 股份制银行, 下调这个存量住房的按揭贷款利率, 这个大家记得吧, 这个指导已经两个多月了, 到现在还没见动静, 还在研究, 从他嘴里扒肉出来啊, 那可得研究, 虽然上面有指示, 建国部门也提倡, 但是他就要研究, 研究两个月了, 还没有结论, 所以说隔别人的命容易, 隔自己的命是最难的, 你要让银行说, 吐点利润出来, 那是难上加难, 本来是韭菜像占点便宜, 这个每个月每年, 还的利息少一点, 这回啊, 你还的利息没少, 你存款利息先给你调了, 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啊, 这个金融机构, 现在也很困难, 他本来盈利就难, 你从他嘴里倒肉出来, 他恐怕就要亏损了, 所以他一方面啊, 上面压他, 指导他, 要他调低这个存量住房的按揭贷款, 那他怎么办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吧, 你让我调低这个按揭贷款的利率, 那我先把这个存款利率给他调低了, 总之我这个存贷差啊, 不能变, 存款利率下调, 也不利于稳定外汇市场, 我们再看看8月份啊, 这个房屋销售情况, 根据中止研究院的数据监测, 2023年1到8月, TOP100房企销售总额43,656亿元, 同比下降8.6%, 降幅比上月扩大4个百分点, 那就说明8月份更差啊, 只有8月份更差, 你才能把1到8月加起来, 比1到7月下降的更快嘛, 说其中, TOP100房企, 8月单月销售额, 同比下降39%, 环比下降9%, 销售额超千亿房企12家, 较去年同期增加2家, 北亿房企90家, 较去年同期减少6家, TOP100房企销售额为3万亿, 这个数说明什么呢, 说明8月份更惨, 8月份销售比去年下降40%, 比7月份下降9%, 7月份本来就很惨了, 8月份比7月份还少9%, 这什么概念, 楼市不行, 股市呢,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就市政策该出的都出了, 这些中介散户天天喊的, 樱花税, 减半, APO, 减速, 大股东减持, 限制, 政策都给你出了, 这股市它还是不涨, 你说奇怪不奇怪, 8月30号, 在股民老胡说直播中, 胡锡进表示, 现在投了几十万, 那么如果这个钱最后赚到上百万, 或者说我再加点钱, 让他能够赚更多, 那老胡真像巴菲特一样, 谈及自己的炒股目标, 老胡说, 最好这个钱能赚出一套上海的学区房来, 说到这里啊, 咱们就得聊聊, 你说哪个炒股的散户, 他心态就是刚开始, 他跟胡锡进不一样的, 都是胡锡进这个心态, 就觉得自己在炒股啊, 实现这个发家致富, 上海的学区房赚一套, 那得多少钱呢, 胡锡进猜头多少钱呢, 他得赚几十倍啊, 这就是散户的发财梦, 胡锡进就是典型的散户心态, 指着散户, 指着A股去发财, 可以这么说吧, 靠炒股票买学区房的, 我没见过, 即便有啊, 那也是暂时的, 但是因为抄股票啊, 把学区房给卖掉了, 亲家荡产的, 那倒是很多, 跳楼的, 比比皆是, 胡锡进老师现在这么想, 我觉得啊, 他这个赌性比较大, 离亲家荡产又更进一步, 十分危险, 大家再看一种数据啊, 这个房市不行, 楼市也不行, 那哪个行呢, 他正有行的, 财政部公布啊, 说7月份, 全国销售彩票489亿元, 就是将近500亿啊, 同比增加175亿, 增长56%, 主要是既开型彩票, 和近拆型彩票销量增长拉动, 全国所有省份彩票销量, 均出现同比增长, 其中广东, 江苏, 浙江和山东, 增加额较多, 同比分别增加19亿, 16亿, 16亿, 11亿, 一个月啊, 500亿的彩票收入, 比去年增加56%, 经济不行, 这种彩票行业, 反而大行其道, 逆势增长, 很多赌徒啊, 在A股里面, 可以说是被人收割, 惨败, 鳄鱼进去了, 壁虎出来了, 最后呢, 到这个彩票市场, 找点温暖, 赌最后一把, 咦, 彩票不就两块钱一注吗, 他买个两注或者几注, 不多又不少, 给自己一份希望, 万一中了呢, 你不买肯定中不了, 你这要买就有希望, 在A股, 遭到暴击, 那么到彩票市场, 找点温柔, 找点安慰, 这两天啊, 这个网上讨论, 公摊面积的又多起来了, 我记得啊, 这隔一段时间, 就有一拨人, 开始吵这个话题, 带节奏, 实际上大部分人, 都想把公摊面积取消掉, 这个舆论怎么来的呢, 都是房产中介, 房地产从业人员, 他们吵起来, 公众其实不懂, 觉得自己吃亏, 当然复合, 都想把这个公摊面积取消掉, 因为我又没买那个公摊, 凭什么要我出钱, 等等啊, 这个理由都很充分, 这是一种情绪啊, 然后有人就借着这个情绪, 去引导宣泄, 所以就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说, 这个公摊啊, 改不改就那样, 是一回事, 改了, 也是你韭菜买单, 业主买单了, 还有一种声音叫什么呢, 要改, 取消公摊面积, 这种声音, 它比较迎合这个潮流, 点赞关注, 转发的人就多, 它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韭菜, 这种心理, 关注公摊面积, 我以前也做过节目, 谈过好几回, 我们现在实际上不是要取消公摊面积, 你取消那个没有用, 现在要做的是, 你要透明, 就是你这公摊面积怎么来的, 对吧, 摊了多少, 你让业主心里清楚, 明明白白, 那业主里面有懂的人, 有庄家, 对吧, 人家就会算, 你这公摊合理不合理, 你有没有占业主便宜, 你只要敢公布, 就有人能算, 算明白了, 实际上这个只要透明, 这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诟病的啊, 本质是它不透明, 因为啊, 这个公摊面积算不算, 最后都是韭菜买单, 为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房子, 算了公摊面积是100平米, 它值100万, 就1平米1万块, 然后把现在改革了, 把公摊去掉, 那你这个房子啊, 它只有70平米, 按使用面积算了, 70平, 那问题来了, 还是这套房子, 70平, 那它就值70万吗, 你愿意吗, 你肯定不愿意啊, 凭什么本人上改个70, 我这房子就少了30万, 你这房子还得值100万,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70平米, 100万, 以前是1万一平米, 现在变成1万4一平米, 是不是道理啊, 诶, 中介就可以做文章了, 你看看, 洗银房价上涨, 全国房价涨了2%, 每个月都在涨, 随着这个, 大家使用这个, 使用面积, 那个地方房价就涨, 忽悠韭菜, 赶紧上车, 房价涨了, 1万涨到1万4了, 跳涨, 再不买, 赶不上这辆车了, 我认为啊, 这是房产中介, 房地产相关从业人员, 这故意吵这个话题, 去改, 改了之后, 实际上是做无用工, 因为羊毛处在羊身上, 诶, 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房价涨了, 房价涨了, 你们还不买房吗, 实际上公摊面积, 那个开发商不可能承担的, 因为开发商承担不起啊, 他一承担开发商, 开发商的利润只有5%, 谁承担, 地方政府承担, 对吧, 土地拍卖的时候少要点钱, 可能吗, 最终还是业主承担, 换句话说, 新房, 对吧, 它不算公摊面积了, 没有公摊面积, 但是人家房价就涨了, 本来卖1万的, 现在卖1万4, 就这么简单, 你说这个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啊, 开发商要赔钱是吗, 你那个楼梯, 对吧, 电梯, 电梯间, 大厅, 那些难道让开发商掏钱是吗, 很多这个韭菜啊, 业主跟着后面起哄, 实际上也是发泄不满, 他不懂这个道理, 被人利用, 删单受骗, 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删单受骗, 容易被别人忽悠,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他不清楚, 自己要什么他不知道, 一心一意的想着是贪小便宜, 结局呢, 肯定是小便宜没贪成, 吃了大亏, 炒作这个事情呢, 无非就是利用这个韭菜, 爱贪小便宜这个, 或者说是, 叫貌似公平合理, 榴莲呢, 对吧, 那有人举例子, 你买榴莲, 你说这个10块钱一斤, 对吧, 我不要这个壳, 壳没法吃, 我只要里面榴莲的肉, 那卖肉呢, 就20一斤, 这很简单, 你不可能说, 连壳带肉的是10块, 我还以这个价格买里面的肉, 这是不可能的吧, 哪个愿意这么卖, 卖的不就破产了吗, 买肉也可以啊, 你不要这个壳, 行, 那肉就是20一斤, 我告诉你啊, 如果取消公碳面积, 极有可能业主还要吃亏, 因为公碳面积, 反正你也没掏钱, 或者是, 你只买了你那个食物面积那个那一块的钱, 付了这个钱, 实际上公碳面积的钱你也付了, 但是呢, 你不是取消了吗, 那开发商他就会在公碳上面磕扣, 本来是两米宽的楼道, 是不是这样小区, 对吧, 是宽敞一点, 显得档次高一点, 居住环境好一点, 但是给你做成一米五宽的, 怎么着吗, 不服是吗, 你掏钱了吗, 电梯间给你做小一点, 五个人就挤不下了, 大厅也给你弄小一点, 想办事法把你食物面积完打了一枕, 最后牺牲的还是韭菜的利益, 那个时候又哭着喊着药, 你大厅做小了, 锅道做宅了, 又要维权, 所以说啊, 说来说去, 这个公碳取消不取消都是玩概念, 羊毛除在羊身上, 你所要的这公平就是透明, 对吧, 你这公碳怎么来的, 你给我算了多少, 为啥就这么多公碳, 在哪儿, 对吧, 墙壁, 锅道, 大厅, 各多少, 你给大家讲明白, 公式出来, 然后有懂的人会去算, 对吧, 你有没有做到, 你是假的还是真的, 就完了, 在那喊着叫着要取消公碳面积的, 说白了啊, 这种人很容易删当受骗, 是一片体制, 现在房地产到什么地步了, 是怎么救的救不起来, 政策出了那么多没有用, 所以这些中介啊, 这些房地产从业人员, 就想着这些弯文邪道来炒作, 想把房市活起来, 造成房价善展的假象, 开发商要黑你, 他怎么着都能黑你, 你取不取消公碳面积, 他都会去黑你, 现在关于任房不认带, 广州深圳好像都跟进了, 任房不认带, 现在大家都把眼睛啊, 都盯向这个北京和上海, 就剩这俩地方, 还没有动作, 我觉得啊, 就是北京上海推出, 任房不认带这个政策, 对楼市啊, 作用也不会太大, 对北京上海的楼市, 恐怕有一点点作用, 也就管那么一个月两个月, 但是这些中介啊, 这些既得利益的, 拼命就炒这个话题, 以为任房不认带, 这要一取消, 一市行一落地, 房价又要涨, 楼市又要火爆, 最近不再传外资, 也是开抄底了吗, 前面刚说外资, 对吧, 你现在离开中国, 以后让你高攀不起, 刚恐吓完, 刚威胁完人家, 这也就是说, 哎, 外资来抄底了, 你说这不整个是一个精神分裂吗, 一个神经病样的, 现在的这个气氛啊, 有点像年初, 大家回忆一下, 年初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楼市小阳春呢, 回暖呢, 那中介每天, 在网上发的那个小作文, 对吧, 朋友圈发的那个多忙啊, 楼市多火爆啊, 忙的, 饭都没得时间吃, 然后给出来数据, 都非常炼饮, 都成倍增长, 结果呢, 活多长时间啊, 四月份就不行了, 五月份就开始叫哭连天了, 七月份八月份, 就要国家, 也要出什么, 一揽子救世计划, 史诗级的救世大招, 就好比前面刚蹦迪呢, 这后面马上又要进SU, 你说这都是什么人, 现在又是了, 开始蹦迪了, 这延期管还没拔呢, 就开始要去蹦迪, 由于这个任房不任带这个政策, 在北京迟迟没落地, 但是大家也有预期, 觉得肯定要实行, 导致个什么呢, 导致现在大家买卖双方都在观望, 本来要签协议了, 买卖, 但现在大家都在观望, 看政策怎么变, 所以这个政策你要出去赶紧出, 你别掉位, 你这么掉着, 反而影响这个楼市, 很多盘现在卖不动, 因为大家都在观望, 等着你政策落地, 靴子不落地, 这一线城市要么你就赶快出, 像广州深圳那样连夜出出来, 要么就说这个不出, 在大家都在推测, 都在想着你要出的时候, 你就是不出, 拖时间, 实际上是不例如楼市, 这导致楼市更加惨大, 北京说有的楼盘, 8月份一个月是零成交, 为什么呢, 因为任房不任带这个传了一个多月了, 大家都等着的, 8月份楼市成交下跌9%跟7月份比, 这个9%下跌恐怕是有点失真, 失真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我刚才说的, 本来有人要买了, 要成交, 但是你国家现在搞个这个风出来了, 那我就等等, 双方都在等, 买的也在等, 卖的也在等, 导致本来要成交的都没成交, 所以你看8月份的下跌就更快, 如果9月份他一实行或者不实行, 那这个本来在8月成交的这些人, 他到9月成交去了, 所以9月的数恐怕就有一个小的增长, 环比啊, 那8月下跌那么厉害, 9月增长很容易啊, 然后中间又开始说, 哎, 小圆春来了, 实际上都是些数字游戏啊, 这个小圆春来不来, 对吧, 金酒饮食来不来, 都是韭菜的口袋决定的, 韭菜的口袋补的越快, 这个金酒饮食就来了, 这个韭菜的口袋越来越扁, 你怎么可能还有金酒饮食呢, 哪有什么小圆春呢,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